走到十字路口 发现绿灯秒数只剩20秒 这时只要按下按钮 小绿人秒数就会增加15秒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过马路 有一个机制就是说 行人秒数还有的时候 它按下去都会延长 那如果它已经是红灯的话 它会在下一次的周期 下一次的绿灯做延长 重复压按的话 原则上一个周期只会增加一次 为了打造更符合人民交通需求的 高龄友善城市 台北市交通局 除了在临近医院的19处路口 设置行人触动延长秒数装置 还把小绿人秒数低于20秒的 路口速率调慢 保障行人有更充裕的时间 安全通过马路 针对跨距比较大的路口 那提供更好的辨识性 那这个部分预计在三年内 会更换300处路口 那我们108年已经做了104处 另外因应年长者势力退化 交通局也把较大路口 行人专用耗制尺寸 从20公分放大到30公分 预计全台北市300处路口 在110年都能够完工 种种措施都是针对年长者使用需求 让长辈们生活更便利 记者邮箱亭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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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